領取物資的民眾首先核對身份證 隨後便可領到一大包生活用品 積一個紅包 一大早這一群員從嘉義到埔里來 嘉義廟上念佛會的義工 就在正宮鎖前擺起長條桌 為每個弱勢家庭提供物資救濟 全姓高雄、北部都有 高雲、老人、老人 或是說這位 老大做、老大混 我們這個不去人不用共 人們發安心 讓你多少我多少 我自己出多少都沒關係 來領域這項工作裡面有資料 那個兵費生活比較少的 老人都很需要的人 我們就比較幫忙 念佛會的召集人魯太元表示 從事這項救濟的工作已經二十幾年了 包括全省的僱惡院、老人院及貧困家庭等 而經費的來源則是民眾資源捐助的 以任股的方式每股一百五十元 讓民眾以自己的經濟狀況任股捐助 我們一股百五 你如果出一百五萬五 要出五股也好、二十股也好 還是說有的 人家開腳比較好 要兩百五、三萬的也有 發財人的心在做 借酒不一定 他要來參加 就要出來沒關係 我們都公開 摺多少、開多少 如果沒有跟我們換手段 我們就要等別人 民眾挑選著衣服 希望能夠找到適合的 這些衣服都是來自社會的大愛 希望為民眾節省下部分開銷 議員廖志成表示 社會各角落仍然存在著 一群無法獲得實質幫助的民眾們 有賴民間愛情團體介入幫忙 才能讓社會更好 這要非常感恩感謝 他們這個團體 對我們保利略社團體的重視 來幫我們搭手 讓家庭可以得到 真正多、真正好、需要的這個物資 當然在這裡也要我們社會大眾 我們應該共同來關心 這個區塊 很多需要人關心 只要在平方時 可以跟自己的社會 跟自己的林鄉山 稍微省下一個 基礎成多我們就可以幫忙 還有一個家庭 遠在泰國及越南的地 嘉義廟山念佛會捐助的出角都撐到達 但捐助的方式僅在於救急 無法救平 副議長潘一泉也希望有更多民眾 能投注愛心 在經濟能力的許可範圍內 發揮互助的精神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民意新聞 宏一倫 玻璃採訪報導